遭遇自殺式襲擊的婚禮主角 是阿富汗議員薩曼金尼的兒子 他為兒子舉行婚禮 不幸當場被炸死 包括薩曼金省情報部門負責人在內的 該省多名官員也在襲擊中身亡 而發動自殺式襲擊的兇徒 也在爆炸中喪生 據發生社說 兇徒在婚禮上擁抱薩曼金尼 然後引爆身上的爆炸物